爱能改变一切圣诞晚会筹备会 6月13日星期一的中午 在中华福音神学院 向50多位洛杉矶华人教会同工联会的牧师们 说明今年12月第三个周末 将举行的圣诞晚会的筹备行 会中并且发出邀请 请各教会拆派同工参加庞大的义工服阵营 说明会由主办单会之一 大洛杉矶教会网络会长周一芳牧师主角 首先播放过去六年圣诞晚会筹备 及精彩内容的视讯 纪录片中有第一届邀约教会一起举办圣诞晚会的 道教徒和佛教徒 后来都被爱触摸信主的见证 两位代表 一位原来是道教徒 一位是佛教徒 这两位都在这个过程中间信主收集了 我认识了主 我也认识了主 谁给我们传播的福音 是人世间唯一的真理 他不但带领了他的家人信主 他的家人更是将福音 一方牧师特别说明 去年有四位尼姑参加晚会 并且有一对佛教机构的夫妇分别信主 在纪录片中播放出他们的照片为证 这位女士就是这位佛教机构的负责人 她信主了 是在那个爱能改变一切呼召的时候 她第一个站起来绝置 会中特别播出今年已恰定的水晶大教堂的照片 在水晶大教堂演出华人迎圣诞江市 爱能改变一切圣诞晚会 今年迈入第七年的一大突破 大号三机教会网络 殷师臣采访报导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